大家好,我是阿雅 今天我用鸡胸肉做了肉松 又做了一个肉松面包 比甜的面包还好吃 把鸡胸肉顺着肉的纹路切成小块 然后冷水下锅煮熟 加上点葱姜去腥 煮熟后捞出来清洗干净 然后装到保鲜袋中 用擀面杖把肉敲散 再加到面包机中 加上一勺生抽 一勺老抽调色 一勺盐调味 用肉松功能做就可以了 看到鸡胸肉非常松散 也没有水分了 我们加上一点熟的白芝麻 再加上一点海苔碎 咱们这个自制鸡胸肉松就做好了 自己做的不含添加剂 做好了密封阴凉处保存 给孩子吃最好了 我又和了一块面 正好做肉松面包 面饼上面涂上一点沙拉酱 把沙拉酱涂匀 再加上适量肉松 把面从一头卷起来 把边缘捏紧实 然后再按扁 再把面切成三股 像编辫子一样给它编起来 最后接头处捏紧 将这样叠起来 再放回面包机中 用发酵功能发酵 发酵到两倍大 再用烘烤功能烤就行了 超好吃的肉松面包就做好了 这是我第一次做咸味的面包 比买的肉松面包还好吃 平时还可以做肉松发面卷 早上再做个蔬菜汤 疙瘩汤之类的配置吃 很适合中国人的胃口 喜欢你也试试吧 保证不让你失望 拜拜